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hef对这些传销主管简直是神 但是对报章杂志从业人员则不然 幸运的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质量实在低得惊人 CNET和Man's Journal对AI生成的文章 进行了试验 结果发现他们错误摆出 别怪他 因为AI不知道 也不关心什么是真实的 他只知道他的预测引擎告诉他 应该在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中 应该出现什么类型的东西 就像工业革命当初互联网冲击 一个新世代的冲击 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冲击 好吧 准备好迎接一场写作革命吧 因为AI聊天机器人来这里 是为了改变这一切 在今天华盛顿邮报 探讨了这些智能机器 如何改变小说和非小说写作的游戏规则 Shift让作家不再受限于自己的想象力或研究能力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能够生成完整的故事 包括人物 情节曲折和丰富的细节 但这不仅仅是取代人类作者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也可以用作写作助手 帮助作家提出想法并充实他们的草稿 那么这对写作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一些人担心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会导致创造力下降 因为人类作者越来越依赖这些机器 其他人则认为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 可以突破写作的界限 创造以前无法想象的 全新文学形式 其实从AI专家的角度来看 AI聊天机器人最令人兴奋的方面之一是 他们有可能帮助作家 克服创意障碍并产生新想法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 和识别模式 这些机器可以提出 人类作者自己 可能从未想过的新鲜概念 和故事情节 那些人担心过度依赖机器 会扼杀人类的创造力 导致讲故事的同质化 缺乏使人类创作的作品 如此引人注目的特质和怪癖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有可能 从根本上改变写作世界 为作者创造探索不同风格 和流派的新机会 并突破文学可能性的界限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是对技术与创造力交叉点的 引人入胜的探索 也是对写作的未来 可能会发生什么的 发人深省的看法 无论您是作家 读者 还是仅仅是对前沿技术感兴趣的人 这篇文章都绝对值得一读 无论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何 有一点很清楚 AI聊天机器人已经在改变写作世界 而且 他们只会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普遍 所以系好安全带 准备好在AI辅助讲故事的世界中 尽情驰骋吧 即将来临的灾难 Shap和email传销商 将塞爆你的可怜的邮箱 这些人工智能的生产力是惊人的 在几分钟内 他们就能写出几十个宣传稿出稿 让你随便挑选 以往 这些活 则需要你跟员工求爷爷告奶奶 花几天还挤不出一朵花 Shap对这些传销主管简直是神 但是 对爆章杂志从业人员则不然 幸运的是 因为 人工智能的质量 实在低得惊人 CNET和Mans Journal对AI生成的文章 进行了试验 结果发现 他们错误摆出 别怪他 因为AI不知道 也不关心 什么是真实的 他只知道 他的预测引擎告诉他 应该在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中 应该出现什么类型的东西 就像工业革命 当初互联网冲击 一个新世代的冲击 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冲击 好吧 准备好迎接一场写作革命吧 因为AI聊天机器人来这里 是为了改变这一切 在今天华盛顿邮报 探讨了这些智能机器 如何改变小说 和非小说写作的游戏规则 Shift让作家不再受限于 自己的想象力或研究能力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能够生成完整的故事 包括人物 情节曲折和丰富的细节 但这不仅仅是取代人类作者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也可以用作写作助手 帮助作家提出想法 并充实他们的草稿 那么这对写作的未来 意味着什么呢 一些人担心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会导致创造力下降 因为人类作者 越来越依赖这些机器 其他人则认为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 可以突破写作的界限 创造以前无法想象的 全新文学形式 其实从AI专家的角度来看 AI聊天机器人 最令人兴奋的方面之一是 他们有可能帮助作家 克服创意障碍并产生新想法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 和识别模式 这些机器可以提出 人类作者自己 可能从未想过的新鲜概念 和故事情节 那些人担心过度依赖机器 会扼杀人类的创造力 导致讲故事的同质化 缺乏使人类创作的作品 如此引人注目的特质和怪癖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有可能 从根本上改变写作世界 为作者创造探索不同风格 和流派的新机会 并突破文学可能性的界限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是对技术 与创造力交叉点的 引人入胜的探索 也是对写作的未来 可能会发生什么的 发人深省的看法 无论您是作家 读者 还是仅仅是对前沿技术 感兴趣的人 这篇文章都绝对值得一读 无论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何 有一点很清楚 AI聊天机器人已经在改变写作世界 而且 它们只会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普遍 所以系好安全带 准备好在AI辅助讲故事的世界中 尽情驰骋吧 Facebook旗下的Snap正寻求 AI聊天机器人技术支持 正如我们所知 人工智能再次改变了技术格局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 Meta AI原人工智能 这种新型智能机器 有可能彻底改变Instagram WhatsApp和Snapchat等社交媒体平台 在狭窄的参数范围内运行 来完成特定任务 这是与传统人工智能完全不同 Meta AI就是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和是硬性而被设计 通过使用聊天机器人 用对话方式与用户互动 Meta AI可以从客户的反应中 学习并相应地调整其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更聪明更复杂 这项创新对社交媒体世界 具有重大影响 参与度和个性化是成功的关键 借助Meta AI平台可以围棋用户 创造更加个性化的体验 根据每个人的独特偏好 和兴趣定制 内容和推荐 这不仅可以增强用户体验 还可以帮助平台推动参与度 并增加广告收入 尽管Meta AI有很多好处 但也有人担心 Meta AI与其他智能机器相同 会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 尤其是在隐私和安全方面 然而 作者建议该公司 迎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据说有些同类型公司 已经与外部专家合作 以确保他们的聊天机器人 是以合乎道德 和负责任的方式开发的 总而言之 Meta AI的兴起是技术领域 令人着迷的发展 对社交媒体 电子商务等具有深远影响 快报四 我们都是ChatGPT实验中的 技术小白鼠 实验中的技术小白鼠 真的吗 在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人们对使用大型语言模型 如GPT3 日益增长的担忧 随着这些模型 再从客户服务 到新闻业的各个行业中 变得越来越普遍 一些专家警告说 我们正在成为 不受监管的实验中的 技术小白鼠 虽然这些模型 提供了许多好处 包括更有效的处理 自然语言和大规模 生成内容的能力 但人们担心训练数据 可能会引入潜在的偏差和错误 一些专家认为 这些模型可能会延续 和扩大现有的偏见和不平等 尤其是在涉及 种族和性别等问题时 此外 大型语言模型的使用 引发了关于 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重要问题 随着这些模型 变得更加复杂和自主 可能很难追踪决策过程 并确保他们是以合乎道德 和负责任的方式运作 专家提供了三种方案 来解决无监督实验中使用的 大型语言模型中的技术小白鼠问题 第一个方案 避免在无监督实验中 使用大型语言模型 政府应建立明确的指导方针和规定 例如 强制透明度和问责制 第二个方案 投资开发更多样化 和更具包容性的训练数据集 以减轻这些模型长期存在 和扩大的偏见 和不平等的可能性 第三个方案 促进工业界 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为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 和使用建立道德标准和实践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许多公司和行业 已经开始用GPT3等大型语言模型 将其视为简化运营 并为客户提供 更个性化体验的一种方式 然而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 并确保已合乎道德 透明和负责的方式 开发和使用大型语言模型 将很重要 快报三 题目是 在ChatGap的漩涡中 AI芯片初创公司要发财了 这新闻内容是说 人工智能AI正在改变每个行业 而聊天机器人 现在已成为我们数字领域中 无处不在的特征 随着聊天机器人 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智能 专门生产 AI芯片的初创公司 出现了新的机会 在华尔街日报 最近探讨了初创公司 如何利用对聊天机器人 日益增长的需求 来推广他们的AI芯片 文章解释说 虽然ObenAI和谷歌等公司 正在使用大型超级计算机 来训练 GPT3等大型语言模型 但初创公司正专注于 创建可以集成到更小设备 如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 甚至物联网设备 中的 人工智能芯片 这种方法可以更有效地 处理AI算法 使聊天机器人 能够在更小的设备上 更有效地运行 而无需依赖基于云的资源 聊天机器人在客户服务 医疗保健和金融等 各个行业的兴起 为生产AI芯片的初创公司 开辟了新市场 这些初创公司 旨在为行业巨头使用的 大规模基础设施 提供更具成本效益 和效率的替代方案 使小型公司和初创公司 更容易获得该技术 然而 这篇文章也强调了 与开发和集成AI芯片相关的一些挑战 初创企业面临来自行业巨头的激烈竞争 而创造能够与这些巨头的技术竞争的 AI芯 AI芯片不片 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但对聊天机器人 和断增长的需求 为初创公司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以在该行业开辟自己的利基市场 你预估 这AI芯片在2023有多大营销市场 年增率是多少 列出前五名 目前这种初创企业公司 及其联络方式 简要介绍当前的AI芯片市场 和该领域的一些领先初创公司 根据最近的报道 在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和服务 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推动下 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 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 以显著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2025年 该市场规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年增长率超过30% 在创业公司方面 AI芯片市场涌现出不少新兴企业 各有各的方法和技术 该领域的一些顶级初创公司包括 Cerebrus Systems Cerebrus 是一家位于矽谷的初创公司 为人工智能应用 开发了革命性的晶圆级芯片 它们的技术旨在支持 大规模深度学习模型 并加速AI性能 Graphcore Graphcore 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初创公司 为AI工作负载 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处理器架构 它们的芯片 旨在支持广泛的人工智能应用 从自然语言处理 到计算机视觉 Grak Grak 是一家总部位于 加利福尼亚的初创公司 为AI工作负载 开发了定制设计的芯片 它们的芯片架构 旨在最大限度的提高性能和能效 使其成为数据中心 和其他大型人工智能应用的理想选择 Samba Nova Systems Samba Nova是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初创公司 一位AI工作负载 开发了完整的系统 包括定制设计的芯片和软件 它们的技术 旨在优化从自然语言处理 到图像识别等一系列应用中的AI性能和能效 Habana Labs Habana Labs 是一家位于以色列的初创公司 开发了一系列用于数据中心 和其他大型应用程序的AI芯片 它们的技术旨在支持 广泛的人工智能工作负载 从训练到推理 并提供高度的灵活性和定制化 虽然 这些公司并不是市场上唯一的参与者 但它们代表了AI芯片领域 一些最剧创新性 和最有前途的初创公司 它们的技术有可能改变AI格局 并为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新的机会 感谢您观看本视频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并提供信息 喜欢这个视频 请与您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 分享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信息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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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